網路上成立自救會喊話 不要賤賣公司委託書 新光晶委託書大戰徵求 本週就要正式開打 新興病持續延燒 最近就掀起了委託書徵求大戰 台新晶除了找券商助陣以外 還找了三大民間通路 要來徵求委託書 預期會比去年徵求大戰 還要更加熱絡 台新晶和新光晶 將在10月9號召開臨時股東會 本週四就是新光晶最後買進日 在此之前買入的股東才能投票 而這次金控三角鏈太轟動 因此初步預估 一張1000股的委託書 可能賣10到200塊 也就是說 若有五張新光晶最多可換到1000元 如果是股東會 臨時股東會通過了新興病 台新新光晶控的話 後續中信金還是能借由公開收購 取得大的股份 這個部分就會考驗到台新晶控 這邊到底股東 贏蛋備託了沒有嗎 到底是不是願意再提告 收購的價格 我覺得這個地方 應該後續還有很多的變數 這回比的就是贏蛋 傳出金管會態度是 不管台新或中信 都要給增資承諾書 除了金控既有現金外 還必須自掏腰包發行新股 為新光人壽辦理現金增資 最少金額就是1500億 新壽在過去一直有 資本不足的一個狀況 所以都需要增資 但從前 從去年開始 新壽的一個增資 一直呈現非常困難的一個狀況 那麼就現在來說的話 未來有可能有新的一個金控 要來做入主 所以這是新壽的一個增資 對於新壽本身體質的一個改善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只不過中信金這回動作積極 卻被打臉 因為8月遭到外資到貨超過53萬張 而這場金控併購案 究竟能花落誰家還充滿變數 東森才選網站王一平台北報導